抱歉啊 没看到你 可不是吗 结婚三年来 我努力扮演好老婆 好儿媳 甚至按照老公 是乖乖女的喜好去装扮自己 可到头来 谁又能注意得到我的 检查结果显示 鼻腔癌晚期 预计存活时间 一到三个月 多陪陪家人吧 可是 我又能联系哪个亲人呢 妈 别叫我妈 你想烫死我是不是 让你干点混委去了 臭我心激烈的想嫁给文川 害得他三年都不能回家 就应该把你赶出去 商业联盐而已 认清自己的身份 不想你 嫁出去的灰女 破出去的碎 要不到文市的投资 就别回来 妈 我在医院 我在医院 你死哪去了 赶不上多多的葬礼 你就别回我家了 你 你你是 妈 才三天没见就不记得我了 唐灵 你眼里有没有我这个婆婆 你竟然穿着这个样子 来分家多多的葬礼 干嘛 你出你小老气 唐灵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我知道多多平常跟你不够亲近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期待妈呀 我为什么要跟一只狗亲近 难道你要让我给狗披麻带笑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死了长辈呢 烦了你诅咒我 我嫁进门家三年 你明知道我对狗毛过敏 还任由他进入我的卧室 怎么 你是想让挂在这里的人是我吗 干嘛 我就说你平常的乖巧董事都是装的 现在本性暴露了吧 干嘛 赶紧把他赶出去 打死 打死我 你好做文太太是吗 我刚说的有错吗 本来就是你死皮赖的 赖着穿哥哥 你咋该死 没错 我是要死 但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我死之前 我得先把你打死 你 都都消灭碎了 都是他 他妈 唐灵 你给我跪下 你凭什么让我跪下 他妈是文家的祖母 她是你的长辈 她教训你 她需要理由吗 行了 趁着今天大家都在 我就来好好说道说道 我嫁进这个家三年 天天伺候婆婆 还要给狗做饭 因为他说 他宝贝吃不惯用人做的饭 还说一定要手洗衣服 大冬天的 我的手都洗出洞窗 还让我大半夜给狗织毛一致 来 大家都看看 我手上 做饭的吧 洞窗的吧 天天说给我立规矩 你以为自己是皇太后啊 对了 管自己的狗叫宝贝宰宰宰宰儿子 原来你是狗太后啊 哎呀狗屁股着火了 不用谢 这是赏你的 来人 把家法来 不是 家法来了 今天 我叫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贱人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乖不乖 我不贵活人 干嘛 快打死他 打死他 他都乖了 住手 闹什么呢 川哥哥 川哥哥 哎哟 不知道的 还以为 是在叫自己的老公呢 这就是 我暗恋多年 可结婚三年 见面三次的老公 哟 这不是 我那一年都没见的老公吗 再不见 我都不知道 你长什么样了 唐玲 你怎么穿成这样 怎么 不穿成你喜欢的小白花模样 不习惯了 我还就告诉你了 续他妈的小白花 我 就是喜欢这么热情奔丧 小川 你看你救醒那个婆婆 你前他还装的乖顺 现在点着无法无法 都要骑到我头上了 行了 有什么事回家就说 你 没用的身体 也不用一直提醒我 我要死了吧 哟 嘴那么毒 遭遭应了吧 有什么事 不能当面说 现在不说 我怕下次见你 是一年后了 唐玲 谢谢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对了 我亲爱的婆婆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 我是不下蛋的鸡吗 趁着 这么多人都在 我也就不隐瞒了 只要是 你儿子 不行 你儿子 不行 我都要死了 爱情 面子 统统去死 他是不是中邪了 我就说 哪个狗伴脏来的 是 快走 快走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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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现场 我都要死 现在大家关心 也是个样子 走 高卡 高卡 喜欢哪一件呀 都要 我飞到天上去 刷卡都要死了 不给文川刷个破产 我怎么甘心啊 我先来 这位太太 是我先来的 我就是要先买它怎么了 你赶着去投胎呀 你说对了 我就快死了 你就是赶着去投胎 这家店多少钱 五个亿 我买了 把它给我赶出去 不得了了 这外家娘们这么能花钱 小川 我跟你说 你赶紧的跟他离婚 把小青起地门多好呀 够了 难道我还养不惜老婆 妈 你也是啊 她是我太太 不是我们家佣人 不想伺候我 赶紧离婚 长龄 几点了 还不回家做饭 你想饿死我 老娘不想再伺候了 给我安排 谁跟我呢 对 各种类型的都要 这 这 这 会死我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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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要爱 不定你心虚不痛快 诶 唐琳 你要死啊 这里消费很高的 你是要把所有地区化光啊 你说的是 你都快死了 啊 啊 啊 我呸 你这快乐的要死 啊 你不是 还点了十个男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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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五个 你五个 你五个 别吵 哎 我是单身 你可是有老公的 真的 没事吗 我老公不行 啊 我老公不行 都没变了 你老公让我老公想说一下男女生活 哎 男人 算什么东西 来 你 六个 哇 准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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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长得最帅 就要你了 唐灵 满意了吗 满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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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帅的 阿批想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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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唐良你够了 嗯 你听这声音 怎么那么像我不着家的老公 行啊你终于认出我了 哎 让开点 别来让我去找小先生 你真行啊 当着我的面还要给我带领帽子 大了就大了 你不行 还不允许别人去找快活呀 快活什么 啊 什么 我要杀人 我要杀人 八蛋 清醒了吗 我很清楚 我就是要找人伺候我 还找吗 嫁给文川三年 没得到心 连身子都没得上 死了都怕别人笑 不让我找 要对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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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居然真的把文章给渗 不过 这事也没那么舒服 黄灵 昨天晚上刚给我吃干磨精 今天早上就拍拍屁的走着 你到底想干嘛呀 你技术不行 试过一次 就不想要了 我技术不行 人模人样 原来不行 天了他 从此难发女爱 你别再纠缠我 你什么意思 黄灵 你再说一次 黄灵 你是不是有什么满肉 你这又是什么招数 怎么 这才一个晚上 你该不会是舍不得吧 你有病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满肉 我就是腻了 我就是腻了 逼得了 汤灵 汤灵 他 我踩着点呢 没迟到 准时就是迟到 我是不是规定 让提前十分钟到达公司 你不遵守是吧 我让你给我带在加农冰美食 还有二粮三明治呢 你没死 赶紧给我滚过去买早餐 压榨了我三年 都要死了 谁还怪着你啊 那早餐给钱啊 我可记着账了 半年了 早餐午餐 一共七千八百块 再见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天天的苟证人士 吃的多干的什么 欺压员工 欠钱不还 大家看看 东京理欠钱不还 别别别听他的 谁欠你的钱不还 就你那点钱 我能不还你吗 我告诉你 这张是折腦了文总 让文总听见了 你就别上那公司干了 哎呀 听说文总三年都没来东西了吗 哎文总 文总 哎文总 文总 文总 文总好 有病 你就睡了一觉 你又不吃亏 接到公司 哎 哎 文总 那个是我们公司来的助理 哎 他不听指挥 我有点叫醒他 山哥哥 你怎么来了 山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是特意来参加我的新品设计会的吗 我好感动 嗯 文总 文总还有事 这就是我这一季新的设计 哈哈哈哈 有了赵主管这个设计啊 我们公司这季度的新品又可以成为市场第一了 带鼓掌啊 唐灵 你怎么不鼓掌 你是不服气吗 你偷了我的作品 我为什么要不服 你在胡说什么 你一个小小的助理 我用得着用你的作品 就是 你敢污蔑赵主帮 你想不想在公司待了 你也不怕得罪总裁 被整个行业崩插 你们偷了我的东西 我的电脑上可是有纪录的 如果你们健忘 我不介意 让你们好好想一些 看到了吧 这可是我的署名 天啊 难怪说赵晴晴今天的作品这么厉害 原来是调窃啊 你给我就嘴 你在胡说什么 整个公司都是穿哥哥的 穿哥哥的就是我的 我用你的作品 是我看得起你 还是我对你太重 我刚才说的不对吗 不只是公司 就连文家的女主人 也只能是我 算个什么东西 你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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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过当小三的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我还愿意打你 就算是看得起你 穿哥哥不会放过你的 干嘛呢 干嘛呢 真解释 穿哥哥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你 都是这个贱人 你来说 文总 就是这个唐灵 他在公司 他欺负赵主管 而且还欠取了赵主管的作品 还打了赵主管 这种人 在公司 目无尊者 无法无挺 教帅 把他给开了得了 是这样吗 唐灵 方经理和赵行请防备为戒 平日里偷盗我们的劳动成果也就罢了 方经理还曾经想要骚扰我 被我拒绝后就想报复我 让你能忍 你骚扰唐灵 就他这样 也就他老公 眼瞎了 他娶她 你能配上武器 你真开玩笑 瞎了一眼 李助理 调查这件事 如若属实 夜里风车 你 你快跟我说句话 你 你不是说你是 文总的 夫人忙一块 还不会把他拖下去 等一下 你说 赵晴晴是总裁夫人 赵晴晴清楚说的 文总 赵晴晴 是你太太吗 我是谁老公 你不清楚 不清楚 毕竟 我们不少 赵晴晴不是我夫人 从今天开始 在公司里 谁敢违背公司规定 诋毁他人声誉 绝不轻饶 三哥哥 我都被欺负三年了 我还没委屈 你到行为去上 各位同事 今天我心情好 请大家 喝下午茶 好 我从来没想过 他竟然是这种性格 唐琳 今天简直太酷了 早遇上收拾 那个方经理 跟赵晴晴 是吧 我也感觉良好 那你说 赵晴晴 他不是总裁夫人 那谁是总裁夫人 文 你 你说文总 是你那个傅欣汉老公 哎 哎 那唐琳 小剑 你今天是吃错什么药了 你敢这么对我 你也不害怕 我干嘛整死 那晴晴 刚刚是没把你打疼 是吧 你不就是靠着 文家才能来公司上班吗 你高贵什么呀 我一会儿 就要干嘛 你开除了 你不说 我还忘了 这破班 谁爱上谁上 温总 夫人她送了东西过来 下午茶是吧 放着呢 是 是辞职信 让她进来 夫人 她已经说的东西 走吧 不说我还忘 明明有家业可以继承 没事 好莱文是当什么底层员工 努力工作 别人又看不见 还不如 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哎 等我等我 你干嘛的 这里可是唐氏集团 不是什么阿摩阿狗 都随便往里进的呀 我是来开股东大会的 唐氏集团 所有股东我都认识 我就是不认识你 赶紧 赶紧 我是唐灵 唐家千金 哎呀 是你啊 哎 李董 李董特意交代了 就是要把你 拦在外面 我真是太好说话 什么人都想期待 我 没有了 没有了 你们干什么呢 你们对哎你干嘛 哎呀 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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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 让我去会会我的后妈 我真的 啊那既然大家都不反对 那总经理的位置 我就不前让不腿让啊 哈哈哈 我反对 不孝女 你来干什么 哎哎 干什么 干什么 啊 啊 哈哈 这不是股东大会吗 整个唐氏集团 就我股份最多 不是吗 嗯 你是嫁出去的 你拖出的水 你还想拥有唐家财产 好 既然也来了 那你就把股份交出来吧 说到唐家的财产 这些可都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你一个上门的女婿 竟然在这颠倒黑白 唐灵啊 啊 我就说句你不爱听的啊 既然知道我不爱听 就闭嘴 哎 死丫头 哎 怎么跟阿姨说话了啊 一个妻子我妈的老小三 我需要好好说话 你说啥 我这么多年 在咱们家也好 在公司也好 我付出了这么多 他一个死丫头 这次他就这样说话 我给你家我不活了 活着不容易 但死很简单 一刀下去就能避命 快点 又干嘛你 我失业了 所以现在有时间 回来唐氏当总经理 哎呀 唐灵啊 不是我说你啊 这总经理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呀 你太没有把大家放到眼里了 再说了 这个总经理多么重要 他不是我说的 你不能因为你小孩子闹情绪 就有损各大公司 董事的利益 是不是 就是啊 就是 人家李董事 在公司多年 那可比你有经验 没错 李芬 确实在公司多年 但不干人事 挪用公司资金数 你胡说什么 你有证据吗 资金明信都在这 这 这都是真的 哎呀 唐灵啊 我当不了总经理 你就能当得了啦 先不说 我有唐氏最高比例的股份 再说了 如果没有我 文家会投资唐氏吗 唐氏 还能稳坐行业第一吗 反正还没离婚 名头 还是可以用一用 你可算了吧 告诉你啊 我们都知道 文家根本就不重视你 你跟那个文少嘛 至少三年就没有见几次面 说不定呀 你马上就要被文家 扫地出门啦 唐灵啊 这你怎么说 既然这样 都不服气 那这个总经理 就谁都不要当就好了 就让这个公司 跟我一起陪葬 这样 我打电话 让文川撤资 你敢 怎么能撤资呢 速尚 哎呀 大家都不要慌 就让他打 我就不相信文少会听他的 听说有人欺负了 感觉怎样 虎家虎卫的感觉还不错 应该早点这么干 可惜时间太短了 还没能多看看他的那副嘴脸 你之前没想着接管唐氏这段 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不请自来 你来做什么 我来帮你啊 哎你这个人啊 我不需要你感激 你也不用摆出这不能够的样子吧 有没有良心 文少 文总 你这三年都没有良心 你来问我有没有 今天晚上的学生晚宴 留你妈妈的余物 一起去啊 你穿个大陆背 不怕着凉啊 怎么 不符合你们文家媳妇保守的打扮 看不惯啊 忍一忍 只要继续像你之前一样 装容作下就行 你明天不依偎 也就是不开心是吧 这是谁啊 这么漂亮 你前所没有见过的 看上去跟文家那位不受待定的蔡蔡 有点像 不过那位 好像平时穿的都比较保守 一点都不出众 唐良 你穿的跟出来迈死的 又想勾引谁啊 真是丢川哥哥的脸 你该不会是得不到川哥哥的疼爱 想要来这种场合勾引男人吧 赵琴琴刚被我打过 又过来闹 不是没脑子 就是我那好婆婆在附近 被好婆婆当枪使 你没事吧 你 既然要闹就闹大一点 我帮你 你们都看见了没 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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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是亲爱我 你等着 我干嘛来了 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 你干嘛看不惯我 所以让你过来找我麻烦 我道歉还不行吗 要不然 我回家 我又改法规了 你 你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可没这么说 我一家祖母还要带其妇 唐良 干嘛 你好大的胆子 你还动紧张 妈 我是不小心的 我道歉 您别罚我 干嘛 他就是故意的 真的呀 温家祖母的威风可真大 就是 这不帮自己的儿媳妇 反倒帮起外人来了 为什么 妈 没事吧 你是不是故意的 这些只是还给你们而已 你们在孙家宴会上给我下药 想让我被人侮辱 可惜 我没有你带 好露虫 你们觉得这就丢脸了吗 那可是差点丢了命 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会 安倍奉还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这身装扮 你的川哥哥 可喜欢的不得了 他让我晚上 早点回家吗 川哥哥 你可算来了 刚才唐灵 唐灵他记不干嘛 对不起他 还不带妈去换衣服 故意的 看出来了 要为你妈报仇吗 有事说是 别动手动脚 你刚才不是说 我喜欢你的大背 你要是不喜欢 现在又是在做什么 为什么我所有的幻想 都要我快死了 才能得到满足 文总 婚内强迫 也是违法的 什么人吗 我的心都要死 人也要死 还来聊 是要让我死不明目吗 各位来宾 我们的慈善拍卖即将开始 请拿好您的号码牌 准备拍卖 今天的第一件拍柄呢 是青带蓝玉手镯 那是妈妈的嫁妆 起拍价 一百万 干嘛 川哥哥 我听人家说 心脏不好的话 要佩戴青带蓝玉手镯 有助于缓解心剂 清清啊 有心脏病 是小的时候啊 为了救文川 文川 你拍下来 送给清清 那是唐灵五星的秘密 是活人重要 还是死人重要 五百万 川哥哥 你加价呀 文川 我劝你最好 不要活去 一千万 两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五千万 这玉卓 怎么拍出了天价 他俩夫妻 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感觉这个文总 还有点乐在其中的样子 六千万 你可以 我就想要带一个月 也要和我抢吗 一亿五千万 看到了没 川哥哥还是疼我 这可是为我敬台的 川哥哥 我可真好 行 我不要 气死了娘了 我都要死了 我怎么还生气 我应该要 笑 笑 气死他们 拿着 给我的 对啊 本来就是给你拍的 看看你多小气 逗逗你还挺好玩的吗 你就不怕 赵晴晴不高兴 我为什么要担心啊 他就是我妈的一厢情愿 我跟你他 一样讨厌他 那你既然讨厌他 你爱我吗 看吧 人不可能在几天时间 说爱就爱 人怎么可能几天时间 说不爱就不爱呢 你真的要去堂里吗 你喜欢他吗 爷爷的命令 我们不得不取卖了 他如果温顺听话 做好温家人席的本费 我也就将军了 早就想给你了 现在是时候 什么意思 正面意思 我要和你离婚 别闹 我承认 我之前确实对你不公平 我现在改可以吗 来不及 为什么来不及 明明有三年的时间 你都没有一点点兴趣去了解我 现在又怎么来得及 唐亮 唐亮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了 错过了 就没有机会 我不想把时间耗费在这种 你爱我 你不爱我的游戏上 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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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总 城东那个项目有人在闹事 先去看看 却来的神奇 真是比早都起 太太 我们去哪 殡仪馆 这么晚来 去殡仪馆 太太 这也不是太着急 要不我们白天再来吧 不早了 还是挺着急 再说了 这件事情办好了 我就没什么遗憾 你看人家店都关门了 要不我们真的改天再来 打电话 好 你这边请 我们这是三藏一条龙服 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端 从兽医到冥币 从藏礼到墓地 以及后续的草木 我都可以安买 快点齐绝 我需要在下面预存五千万 需要少多个能量 啊 这 娘家闹掰了 和文川一离婚 估计都没人能帮我出去偷使 自己预存一些有备无关 没事 那就先存一千万吧 葬礼 可以定中 可以 看你是喜欢悲情一点的 还是喜欢安静的 或是传统的 还是西式的 通通都可以啊 能不能安排十个鸡肉母男 在葬礼上跳脱衣舞 身材超好的那种 全不是问题 可以可以 您是给哪位亲人安排 我呀 我自己 啊 太太 没事吧 没事 单子签了 接下来 可以安心的 混吃等死了 文川装死呢 找他谈离婚 他就失踪 他要我亲自来见 出人命了 有个疯子绑了孕妇要跳楼 不要乱动 不要乱来 王八蛋 他可是个孕妇 找文川来 找文川来 给我跪下道歉 要不然 要不然我是他老的 你跟文川有仇 不要伤及到无辜的孕妇 我是他老婆 让我来 文川的老婆 是的 没错 你把他放了 我过去 哎 太危险了 我是整个江城 最不怕死的人了 他可是个孕妇 搞不好 就是一尸两命 恐怕啊 你这辈子 都在牢里待着了 你不是要人质吗 我来做你的人质 不不行 你当我傻 你说你是他老婆 你就是了 我之前可没听过 文川接过婚 我就说我这个老婆 当得别去 你有什么证据 我有结婚证 你们 别过来 往后退 结婚传来 走远点 随身携带 是为了办离婚方便 现在 这还用上了 我们 消坏 你过来 唐灵 唐灵 你还真是他老婆 大哥 你这么一闹 他还以为是我故意设计他呢 一哭二闹的 逼迫他 你也很难 算不上恨 不过不转 你想要什么 尽管提 只要你放了他 你还记得我吗 也是 像你这种大人物 肯定不会记得我 但是 我记得你 都是因为你 我工作丢了 我老婆孩子 全包了 你别冲动 想要工作 我给你安排 想要紧 我也满足你 你放了他 他还紧紧上你 不想你说的那么不堪 看到他 如果有一点赞 我吃不吃酸 咱无汗 唐灵 别过来 我的 大哥 要不让我接个电话呗 万一是有重要的事呢 拜托 你现在可是人质 你能不能经验一点 有什么好 我就接个电话吧 接个电话咋了 喂 唐灵女士 这里是第一医院办公室 很抱歉地通知您 您上次的报告出了差错 您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你是说 我没得癌症 是的 您没有得癌症 滚犊子 大哥 我这是命该绝 还是不该绝 大哥 我也不是 非得死 咱们都 好好活着的 不好吗 你别冲动 原来你也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好话百话都说尽 行 出去 大哥 一起走 你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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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你小狗 你们还愣着干嘛 赶紧过来拉扰了 你疯了 我没疯 你看我不是成功解救了人质吗 你耍账 你耍账 活着多好 活着多好 刚才都危险 你真是疯了 文先生 见义勇为 可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没事吧 放心 一点事没有 可今生了 下次就没这么好运气 看在我心情好 别扫兴 物诊这种小概率事件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是医生 我是医生 谁 我是医生 这个月都已经抓你三次了 不好好待在精神病房 天天出来到处讲报医生 带走 你有病 你也有病 你得了绝症 人后不和一个医院 是他 是他打报告告诉我 我得了绝症的 谁啊 哈哈 唐良 笑什么 没什么 高兴啊 人间值得 本贵奶奶叮叮心情 好 洗手带你动动去 你也太肉了吧 做这点速度 受不了了 再来 哎 还怎么回来了 我看你拖拖拉拉 我要重新打印了一份 走吧 进去办这 哎 你之前总出来不及 现在有时间了 你还是想听 谁知道意外和明天 哪个会先到 我现在就想过好每一天 行 你不签 那就等我的律师 本总要是觉得过意不去 可以在离婚协议上 对吧 我家的不长 你就这么小离婚 那你之前睡我干嘛呀 你一个大男人 难道你还吃亏了吗 吃亏 我还是第一次了 除非 你再陪我一晚 不是 你以什么身份 跟我说这种话 妻子和丈夫 受害者和施害者 我和你 我们是不是 得理 你要是这么说 也对 那我们现在 也正为何吧 别惊讶上 你之前问我 到底爱不爱你的问题 我回答你 我之前确实不想被商业联姻所住过 所以我选择向他忽略你 但我也尝试过找过你 可是看你 欢欢喜喜任劳人员的样子 我却想看看 你到底能坚持多久 就错过了三年 我承认 我确实被你吸引了 有点心动 我之前也没有什么过感情经历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算不算不爱 但是我不是想给你压力 我只是想告诉你 给我一个机会 你尝试做你自己 我也想做我自己 努力追求你 唐灵唐灵 天上人间来了好多新帅哥 真的吗 你等我马上就到 唐灵 唐灵 这么多帅哥你都不赢了 你送了 可能 文川比较帅 你 全赞我明天熊 你不行 我去前面拿瓶水 别动啊 你怎么说 忘了 所有处交赤炉都已经安排人在排查 还有郊区丧国 也在让人搜查了 哈 怎么办啊 唐灵今天才跟我说过 他要活到100岁的 怎么办 快 成交干酷 这是什么 这都什么事吗 是一个月 能不能消停点 有人吗 有人吗 对方出多少钱 我给你们10倍 我也不问是谁 用现金安排车 反正我们没看到你们长什么样 我还能帮你们隐藏行程 说好 没想到你还挺上道了 但我们兄弟做事也是有原则的 兄弟 上 他 他流 他流 别跑 你文川 你怎么来了 你 你不是说 没人回来救你吗 兄弟 上 你还说你们讲原则 我都要死了 还不放过我 你快死了 是 我没几天可活了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我口袋里 还要前两天 去盯木顶票去 啊 我来 大哥 他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买木计啊 哎 妹 你这也太惨了吧你 我 我没有要害你 我们也是受人所多 就下午才会你 时间到了 我们就把你放开了 啊 解黑啊你 啊 啊 我抓你的 我看你别动手 听我 听我解释 你这个骗我 你错误的感情 我打死你 干什么 文双 我真是 为你害死了 我 想啊 还有没有哪个舒服啊 大哥哥 你是谁啊 医生啊 你 还记得你为什么到医院了 这是哪里啊 妈妈呢 妈妈 你在哪里 你不要和连连猪蜜草 妈妈 先坐下 我就说唐宁 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嚣张 原来是误诊了癌症 豁出去不要命了 我就不信 他现在还敢这么嚣张 今天好好教训他 一定不能葬了他 大哥哥 来当吃 唐宁 你还真是谁像烟花 到哪都能勾到哪 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一下 你这个富手富道的女人 这儿是医院 不是你们闹事的病 快把老吴婆赶出去 快把我老吴婆 我打死你 灵灵好害怕啊 我打死你了 放开你面 放开他 文川 你看到了吗 这个小皮子 他竟然冒过老吴婆 老吴婆好凶啊 你明白吧 病人偷不受到撞击 呈现出降临失智的证度 失智 你是说唐宁现在是个傻子 灵灵才不是傻子 唐宁 之前你发疯 现在你装傻 哎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够了 你们先出去 不是 他装身的鬼 我说 你们先出去 不要打死他 你是他唐宿 没离婚 那你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 我交代你到个病人的事情 我让我住里去 还说可算 大哥哥 你去哪里面要去 汤灵 你真不认识我了 你是谁啊 我是你老公啊 你不记得了 老公是那种可以生贼贼 生爸爸的老公 你先在家好好待着 我去去就回来 你是要去买糖吗 我想吃糖 一会儿让庸人送过来 唐宁 真的变成傻子了 医生说他只是暂时失智 好好照顾是有机会康复的 妈 我不指望你能好好照顾他 但是你也别想欺负 知道了 干嘛 你说是好好的人 怎么会突然变事 他是不是庄的 心机真是重 我去试一试他就知道了 佑人阿姨 你是来给林林送糖的吗 谁是佑人 你怪真的阿姨呢 妈妈说 林林要有礼貌 按你这个年纪 不叫阿姨 要叫大娘 你 唐宁 我们来玩剪纸游戏吧 好啊 林林再玩剪纸游戏了 真乖 你去把红本门的结婚证拿出来 我们剪那个吧 你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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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红本门不好玩 剪猪猪才还玩 你们看 bling bling的 行列就是故意的 你不是顺链哥好看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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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玩 来人呐 你 你也要玩吗 啊 啊 啊 哈哈 好玩 好玩 哈哈 好玩 好玩 哎呀 呀 啊 阿林啊 你这是故意的 把他给我关起来 嗯 你弄疼我啊 我要告诉川川 我们文家 不可能要一个神经病 做儿媳妇 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 文川以前就不喜欢你 现在变成傻子 他就更不可能喜欢你了 就是 你就等着律师 放着你离婚吧 你们一点都不好玩 我去找川川玩 怎么回事 吓死我了 你你撞到我了 你干什么呀 川哥哥 这个店人 他刚才想拿钱都夹我 对呀干嘛 他放进去去撞呢 来人 对 现在就把他送回唐家 让唐家好好看看 是怎么丢出这样的女儿的 把赵晴晴给我拖出去 不准再进我家一步 川哥哥 不信我 不信我 哎 田匠 川哥哥不要走啊 川哥哥 你想起来了 我都想起来了 我说有人给我送糖吃 糖呢 哎 谢谢车车 我来 什么是离婚啊 他们说让我们离婚是零零多的不好吗 你很好 也很乖 不要在乎他们什么想到 哦 从病情来看 唐小姐是受到外部撞击 加上内部刺激 导致了失职症 长期刺激 没错 从小的生活环境 长期的工作压力 特别是婚后的生活 是否受到关爱 都有影响 那天我看到唐小姐 在天台救下被挟持的孕妇 我相信她本性是善良热情 至于能不能恢复 这要看家属怎么配合了 饭饭也吃 天啊 脏了 没关系 我自己来 穿穿 和我的不一样 你要试试我的吗 你要试试我的吗 我去换捡衣服 嗯 汤亮 汤亮 没事吧 这是我家 对 医生说让你多跟家人接触 又终于恢复 这不是文绍和玲玲回来了吗 文总 一说送玲玲回来 你阿姨 马上就让人准备了很多年吃的菜 别站着了 走啊 进屋 啊 唐灵现在怕生 哦 先进去 自己家里 待几天就好了 我就不进去了 我送唐灵回来 是希望有助于他病情发展的 如果你们谁让唐灵不开心 我也绝不会让你活过的 好好玩 如果谁欺负你了 给我打电话 哼 让你把唐氏集团抢了去 真是报应 啊 你不认识人啊 你不知道叫人啊 你好凶 叫个无谱 哎 你 他生病了 没听到 文春的警告吗 好好照顾 好好照顾 行啊 不照顾不死他 我还折磨不死他 妈妈妈妈 灵灵 你玩你把轮椅干什么 下来下来下来 灵灵 这里妈有芒果 出去 呀灵灵 你下来 我给你熬的糖水 点子 嗯 糖灵芒果过敏 如果它装傻 是一定不会吃下去的 白雪公主的后妈 给白雪公主吃毒苹果 你也会吗 你家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赶紧吃 一会儿不好吃了 啊 快吃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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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加糖 哎呀 你怎么那么多事呢 吃吧 你也不是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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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明明有礼貌 准备先吃 我说你是装个傻吧 我对花生过敏 你不知道吗 你要修我 去找腾腾 哎哎 回来回来 我不修你了 我不修你了 我带你去玩游戏好不好 真的 灵灵啊 装迷藏你玩过吧 嗯 今天咱俩玩装迷藏呀 啊 好啊 明明喜欢 哎 喜欢就行 你先藏起来 一会儿我去找你 嗯 我要躲起来 大家都找不到我 躲起来啊 大家都找不到你啊 你别出来啊 小梯子 下面是不是很熟悉啊 当年你妈就是死在下面的 你们母女两个人 去下面好好团聚 怎么还没有找到我呀 有没有人啊 灵灵害怕 老爷 就是这儿 你不知道啊 太太就是在这儿 跟司机 他俩做那个事 哎呦 我都不好意思 他跟你说 坚人 我要打死他 走 坚人 你敢被判我 我是冤枉的呀 我哼了灵风给我的水 我就不清醒了 我都想起来了 多亏了这个地方 唐灵那个不叫你呢 都晚上了 让他下来吃饭 就是 也不知道也到哪儿去了 呃 要不我去看看 关了一下 看死丫头还敢捉弄我 哎呀 不早了 才不着火了 什么 哎呀 唐灵还在里面呢 什么 唐灵 灵灵 哎呀 唐灵 唐灵 快快入火快跑 咱们得救出来 唐灵 唐灵 唐灵呢 我我也不知道了 咳咳 不知道 人是你带来的 你自己走了 现在人没了 你说不知道 不是 这么大的火 哎 会不会烧没了 哎 他可是你女儿 现在下落不明 你要包庇她 啊 不是 不是还没查清楚吗 这 哎呀 就是啊 我总算是知道了 唐灵在这个家里 为啥会失职生病 哎 大乡姐找到了 找到了 哎哎 找到了 找到了 唐灵 吓死我了 怎么摔的 我带你去医院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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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这都是我的宝贝呀 这好几千万的东西 你还给我踩你啊 阿姨是不是不喜欢秘密啊 阿姨下午把我关起来 今天又吹我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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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以猛杀罪起诉你们 我让你放了 哎呀 你不小心 我这个爸爸只要不真正伤害到自己的利益 还是一如既往的祸悉泥 喊不赶快向温总和陶灵道歉 哦 温总 呃对不起 是我没照顾好灵灵 哎 灵灵 你你没事吧 温总 哎 陶灵不是也没事吗 都是一家人 要不就不要再闹下去 啊 不要怪阿姨了 灵灵喜欢和阿姨玩 哎哎哎 哎呀喜欢和灵灵玩啊 啊喜欢喜欢 那就玩一玩 替我妈出口气 灵灵最喜欢办酒宴了 灵灵要办酒宴了 办酒宴啊 哎呀多大点事啊 阿姨给你办啊 给你办 我会派人看着你 如若再烦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不会了 不会 阿姨 灵灵像不像白雪公主呀 像 当然像 灵灵是天下最漂亮的白雪公主 一样蠢啊 过了今天 所有人都知道唐家千金 文家少奶奶是个傻子 如果一个傻子 何人有染被抓到 那就等着被文家扫地出门吧 失去文川的庇护 公司股份早晚会到我手里 阿姨 他怎么还不来呀 别管他了 我先带你去那边吃好吃的 你看那个奶油小蛋糕 走 好 灵灵最喜欢吃小蛋糕了 走 灵灵 你在这慢慢吃 我去那边招呼招呼啊 可不能乱跑啊 这文家大小姐真的傻的呀 都傻了还出来丢人现眼 上次宴会我就觉得她疯疯癫癫的 原来真的疯了 你没来吃吗 不是吧 你吃吧 人我都安排好了 一会儿苏战苏绝 把她送到楼上二零二去 记得 一定不要让别人看到 好的 傻了 就可以随便欺负吗 当年 你妈没有傻 都栽在了我的手里 今天我对付你这样一个傻子 绰绰就没人 那你是觉得我帅还是你老公帅 好啊 不为难你了 我那边还有朋友 我先过去 嗯 再见 吃蛋糕啊 灵灵 你们两个认识啊 春春怎么还不来 爸爸呢 他们会在你出事的时候过来 哎呀 文少就是去接爸爸了 你吃这么多小蛋糕 口渴了吧 你等着啊 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知道这衣服多贵吗 你这 对不起 好了好了不怪你了 赶紧喝啊 喝吧 好 你也喝啊 好哎干杯 嗯 嗯 嗯 我还要啊 别喝 别喝了 别喝了 喝多了容易肚子疼 哈哈 哈哈 啊 啊 啊 你怎么在这 我管在这呀 你头现在是不是晕晕的呀 哎呦 那我带你上去休息好不好呀 嗯 好 跟我走啊 乖 走走走走走 哎呀 好好休息啊 别找爸爸 有些人啊 一心只想着害人 我都看你了 哎呦 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知道这衣服多贵吗 你是 对不起 好了好了 不怪你了 赶紧喝啊 喝 好 谢谢 好 哎 干杯 哎 哎 应该快到了吧 唐玲 你怎么在这 川哥哥你来了 阿姨让我在这里等他 他进去好久了 他一个人进去的 有人和他 在一起 我不知道 你们怎么不穿衣服呀 新秀脸 你看 你竟敢背叛我 老爷 老爷 听我说 我不知道 家门不幸 你个荡妇 偷袖居然拖到这里了 老爷 不是 我真的是被人陷害的呀 哎 你光着身子要去哪里呀 还行走 我也是有人上 上我看的 有人给我十万块钱 让我来这个房间 什么都不用管 谁知道他 一下来就对我 把我王映上宫 你灭嘴 接下来 我打死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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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也是这样对我妈妈 我真的是没人想看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想不起来了 是他 是你女儿 给了我一杯果汁 果汁 我也喝了果汁啊 你装傻 那果汁一定有问题 你把那杯有名药的还给我了 没有 我喝了果汁 我还吃了蛋糕 难道那些不能吃吗 你才是在装傻 我今天我让你装傻 我死了 你要裁我 没有证据 不要胡乱污蔑我太太 餐点和果汁这么多人都吃了 大家都没事 怎么就你有事 现在还怪在唐玲身上 唐总 唐玲在唐家受了这么多委屈 他就没必要待在唐家了 至于刚才我们说的投资合作 就看您怎么做了 温总放心 唐家绝不会再留这种 放荡无耻的女人 老爷 我在咱唐家这么多年 你要相信我 相信我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给我滚出江城 走 老爷 那你听我说了 那我我呀我我 总算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李芬 你选择勾引这个男人时 就应该知道 他就是这么冷酷自私的人 你没事吧 以后像这种环境复杂的地方 还是少来 唐玲想去哪就去哪 他开心了 至于你 吴医生 对我太太是不是有些操心过度 医生关心病人 啊 春春 要换果子也很好 是吧 如果不成功 我看你今天怎么收场 啊 春春很坏 我查过春春了 是你叼换果子 你也知道 你疯在果子里下了药 春春在那是什么 我听不懂 还装 你已经挥不记忆了 春春 欺负我 这算什么欺负 春春 我 夫妻间的欺负啊 是这样的 我 呀 天生会 既然你还想办 那我就陪你吧 要怎么 唐琳 你怎么就是经不起诱惑呀 他不就是身材好一点 技术好一点吗 让你开心一点吗 再这样下去 我还怎么离婚啊 在好处怎么飞啊 哎 谢莫 我什么时候能找到我的白马王子啊 我 你 不行 我可不放心你离开我的世界 走吧 这狗男人是知道我在装吧 算了 多折磨大几天了 妈妈 我儿子冰淇淋了 你早上已经吃了两根冰淇淋 一包手片三根蒙蒙 一会儿再吃午饭了 好快 好吃 总裁夫人 您请回去 吴总 开会时间到了 知道了 好了 该去开会了 走 关于最新资料 大家请看屏幕 哇 我现在可是智商只有五岁的小朋友 喜欢小猪佩奇 很正常吧 还没玩够啊 要不要玩点别的呀 真正生气了 带你来公司 是想让你多选择东西 不说以后唐氏集团等着你接管 就算有一天我有什么事了 文事你也能接手啊 别想到离婚的事了 别想到离婚的事了 唐灯灵啊 我让你给我死 我让你给我死 我 吃太多冰淇淋了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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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丈夫不放心你 让我帮忙过来看看 没事 谢谢 跟你说了 不要吃那么多烫 像小孩子 我就是小孩子嘛 排装是吧 就会吃 花花 送给我的吗 今天是丈母娘的七日 去吧 跟你妈妈说说悄悄话 我就不听了 妈 我有好久都没来看你了 这一个月以来 经历了好多事情 但总体来说还算是幸运的 只是 我有些忧愿 你说 我该不该给我们两个人 给一次机会 小心 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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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 我将就会撤 我急了 有没有人 你终于承认你恢复了 四季 关上救护权了 年龄 老宝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 我 我抓了 醒醒 你快醒 来 有没有人 唐灵 苏本星 你害死你自己的妈妈 现在又害文川 受这么重的伤 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三招了断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放个大 再动手 我报警了 杰夫来了 不管路医生的事 你还维护上了 我儿子还没死呢 你休想带上文家的财产 去干你那些 变不得人的勾当 医生 情况怎么样了 病人还在昏迷 要转入重症病房关系 你怎么还不醒过来 你是故意要让我内疚的是吧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毕竟爱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说放下这边 他呢 礼服抓到了 快带我去 有啥 唐流 是你 这里熟悉吗 你上次让人把我绑来这里 不记得了 好 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陷害我妈和司机油染 让她受辱自尽 你都知道了 我一直都知道 只不过那天 你把我关起来 我再一次摔到了 让我清醒过来 所以 我要将你对我妈做的事情 点点还回来 上次延绘的果汁 是你掉包的 就是你陷害我 你要是你下的 我会是你长 我不过是自保而已 把你做的那些伤天 害理的事情比起来 这又算得了什么 让你杀你 知道要怎么用了 你杀了我 为你这种人当了什么 不知道 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恶性伤人 故意伤害 估计够你老笔做穿的 小姐 你饶了我 你把我当个屁房了 咱们 想到我丈夫 现在在医院还昏迷不醒 想不到他所承受的伤害 我就问我的将你 碎十万多 你说吻上 他要死了 他死的好 让他帮你 他就是个害人 警察死的好 男人 让他牢底坐穿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放开 太太 集团骨架大爹 董事们吵着闹着 要找温总讨个说法 文川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他们要是能让文川开口给个说服 我倒是要去亲自谢谢 太太 董事们现在就堵在温总的病房门口了 既然他们都已经找上门 我也不怕 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进去 我们要去认温总现在的状况 温总是不是被控制了 我们作为公司统治要亲自确认 各位董事 各位董事好啊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的时间 如果要探视 还请明天早一点 之前听说你吃傻了 看来你是骗人呐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一点小情趣 让大家见下 我不管你们夫妻什么情况 现在集团股票大跌 我们要确认文总的情况 如果文总无法为集团工资负责 那就该退出总裁的位置 就是公司 请签名员工利益 可不能不维护 是你们的利益吧 文总之前带你们可不保 这才几天 你们就迫不及待 要把他赶出集团了 可是公司的股票大跌 这是谁 文总住院这段期间 我会全面接手公司 运作一个市值千亿的公司 可不像你们女人去商场买件衣服 是什么人都可以引领公司的 那你们有更好的人选吗 且不说我接手唐氏集团这一个多月以来 就已经让几个重大项目不若政 而且我是文总太太 我有权全权代表文川 你巧舌如簧啊 我不同意 我也不亏 不同意 行 既然你们对我执掌公司没有信心 这是股份转让的协议 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个决定 那就把股份转出来 差点 你是逼我们吗 所以你们怎么下 你们大可以考虑好了再签 我们几个人股份加起来可不少 你能全收掉 你们尽管签 按照市场价值 一分不是 文文献 签啊 怎么不签啊 我们在公司这么多年 公司现在在最为难的时候 我们不能拿肯走人呢 就是 你们要签你们签 我不签 别啊 趁现在公司还值点钱 股份转给我 要不然等我接管公司之后 公司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们后悔 可就两句学了 这目前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呀 你要接管 你就接管吧 那行 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 那么今天这样的状况 我不希望再次发生 这是医院 你们吵什么呢 别在这影响病人休息 唐小姐还挺会唬您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乎人 我是医生啊 你刚才表面淡定 实际上你的手在抖 你没打算真的要让他们转股份吧 我还以为我眼睛不错 我还以为我眼睛不错 他们几个欺软贪 又舍不得公司每年的分红 我态度强硬 他们自然以为我有十足的把握 当然不会轻易的就千安的转让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温总醒不过来呢 没有这种工作 我相信他 你俩这两情相悦不离不弃的 我连程序二入的机会都没有了 说什么呢 陆医生 我这是怎么了 没事的 陆医生 我连误诊都经历过了 你可以直说 你要受苦了 很难治吗 都是什么事啊 该不会 这次来真的吧 陆医生 你是真的医生吧 你是精神科那边的吧 我是脑科 但是妇产科的报告我还是能看懂的 你怀孕了 还是双胞胎 好好准备吧 你确定 真的没看错啊 千真万确 不会错 你 该不会是不想要孩子吧 我要 我要 你知道吗 我有宝宝了 而且 是双胞胎 你应该 会很高兴吧 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我好累啊 你把这么大个集团交给我 我要是撑不住了该怎么办 你要是再不醒过来 我就把集团卖了 再找个小鲜肉 孩子当店 啊 那个路医生就挺不错的 人又细心 当店刚好 我没游戏先副总 知道了 太太 富邦国际的副总 他名声不太好 这次又让您亲自接待 我担心他对您不利啊 现阶段 我们需要的专利 只有富邦国际才有 放心吧 我能应付得来 要是温总在就好了 你先在这儿等我 我有事会叫你 啊 哦 副总 久仰大名 终于见上面了 这唐小姐的美色在江城 也是出了名的 没想到之前这么低调 走走走 不感到 唐小姐 这既然想要合作 这点诚意 是有的吧 我抱歉 我确实喝不了酒 这样吧 我以茶代酒 敬你一杯 看来唐小姐合作的意愿 也没那么高啊 这样吧 在我们报价的基础上 我们集团再增加两个点 这样的诚意 才是实实在在的 这也不是我为难你 你说汶川的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 你一个女人 支撑两家集团 很辛苦吧 你不如陪我一晚上 这合同 他马上就签 怕来个合作 谈不了 林初恋 你的人走就被我支走 你今天不把我伺候 舒服 你好不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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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出 上 不忘的技术 这项目你做不上 不忘的技术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掌握的 你这种畜生的行径 足以让你在行业内混不下去 李仲 将他带回傅家 让傅老爷子 给我个交代 还好吧 我不好 一点都不好 你怎么现在才行 你怎么不干脆都跟我二婚的时候才行 想得美 你想带着我的孩子家给谁啊 你好 汤灵小姐 这里是殡葬服务店 您八个月前购买的殡葬一条龙服务套餐 预计什么时候给您安排呢 你才买殡葬一条龙服务套餐 全家都买 怎么现在诈骗人员的电话 都这么奇奇怪怪 哪个倒霉蛋 才会预定殡葬服务 怎么了 气呼呼的 有人打电话来说 我之前预定了殡葬服务套餐 你说 你说 这都是什么人呢 这是我自己买的 灵氂 我疼 什么 是不是要生了 不对啊 时间又没到 灵氂 你别紧张 我给陆床打电话 陆床 你又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我是脑科医生 不是妇产科的 更不是你的家庭医生 不要一点点态度 就向我炫耀 陆床 林立要生了 我要当干爹了 送医院啊 笨手笨脚的 我马上过来 陆床 陆床马上就过来 来 我们先出去 来 林立 林立别紧张 你会没事的 来 好 好